大家好,我是农家园孔军 做农业就是雨天痘,雨地痘 雨天痘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今天已经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对我们种葡萄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风害对我们来说也是在我们自然界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像春季这个时候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花碎的话已经出来了比较嫩 还有一些嫩业的被风害的影响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风害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我们家的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这里是我们家的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力特别特别的大 这个树子挖的它的这个枝条放来放去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断了 还是有一个碎的 有一个钢丝纸叶 多叉就变得黑了 另外的话像这样的花碎 如果说风力一直让吹的话 有可能会放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花碎 像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很多的碎子 无形的就会损失了一些小花碎 就风吹干 不变的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帮敌冠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能提清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一个外部 种一些树 然后做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了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减风袋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施栽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帮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 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相对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们又赶到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很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梳花工作 梳花工作就是帮素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呢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帮工作提前做了 初期工作量就少了了 这样的话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夏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苏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苏花的 所谓的苏花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一个葡萄的一个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就是销售比较好的是一个圆柱或者是圆锥型的 那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呢 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一个口诀吧 叫七六五四三二一 所谓的七六五四三二一 就是说前面的几个seeds 我们留七粒葡萄 然后是六粒葡萄 五粒 四粒 三粒 一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九十粒到一百一十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碎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型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删苹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型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帮葡萄的串行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 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修这个碎的时候 是在花钱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在拉完碎的时候 八到十天左右就可以进行这种修碎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碎 基本上后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苏果了 但是我们帮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为了帮葡萄的品质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呢 现在下黑葡萄是在花钱这段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郡 农刺操作 你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简易碧玉棚的葡萄 正知六叶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玉棚 能趁一点雨 但是能往树叶子上面 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一道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栽覆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 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覆烧上面的叶片留一叶或两样栽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 我们旁边有一个淹没杆放风的 把淹没杆放下来过速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是那流水槽 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我们做的这个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形的 两边这样好用压毛槽 可以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进行拉塞了 现在发塞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把碧玉棚的夏黑进行拉塞 每年的拉塞的时间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塞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塞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根据天塞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塞分离的情况 决定拉塞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 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塞的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塞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 夏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C子不开的话 后期蔬果啊 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在网上问我 夏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说不拉 那么我就是说你们自己做个对比吧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 肯定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园子的 但是不一定能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园子 那么呢 同时呢 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云孔俊 夏黑葡萄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虚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 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 绑枝条 开始绑枝条 在副梢 在副梢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后 副梢生长会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早的帮花枝以下的副梢抹出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副梢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副梢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第二次副梢处理了 第一次副梢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花枝以下的副梢全部抹除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帮花枝以上的副梢 留一页或两页进行摘芯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会帮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是在六月摘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年的葡萄花芽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我们水培管理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这段时间花钱 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浇水浇肥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地湿的话必定会降低低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作果 特别特别是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 一浇水的话 落花落果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夏黑塞案是拉塞保果 膨大三次处理剂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地温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程序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温度忽高忽低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拉塞了 都接近20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葡萄开花 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最高温度 25度左右 它有利于开花 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不是说我拉完翅膀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 再喷食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保花保果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加一个杀虫剂 那是什么呢 剂麻 剂麻一般情况下是在葡萄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了 刚好剂麻爬上去过后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葡萄的表面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葡萄的表面的皮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剂麻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剂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定冲糜 一般对剂麻的话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叶免肥同时配上杀菌剂和杀剂麻的一个药 如果说叶免肥有人问我到底喷什么叶免肥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般喷高磷高甲都可以 像磷酸二青甲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有利于开花作果 同时对葡萄颗类的膨大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页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下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葡萄都能尽尽康康的生长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郡 做农业就是雨天痘 雨地痘 雨天痘 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 今天已经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对我们种葡萄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风害对我们来说也是在我们自然界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像春季这个时候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花肺的话已经出来了 比较嫩 还有一些嫩叶子对风害的影响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风害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我们家的碧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力特别特别的大 这个这个花的纸条 放来放去 特别有些长的纸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纸条 断了 还是一个碎的 钢丝纸叶 拖擦 变得飞了 另外的话像这样的花碎 如果说风的一直让吹的话 最后我们会帮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这个花碎像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很多的碎子 无形的就会损失了一些小花肚 就风吹干 路边的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帮 底灌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能挺清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 一个外部啊 种一些树 然后做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了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减风袋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施栽培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帮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相对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们又赶到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很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帮苏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呢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帮工作提前做了 后期工作量就少了了 这样的话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夏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苏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苏花的 所谓的苏花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一个葡萄的一个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圆柱或者是圆锥形的 那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种的时候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呢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一个口诀吧 叫7654321 所谓的7654321就是说 前面的几个塞子 我们留7粒葡萄 然后是6粒葡萄 5粒 4粒 3粒 1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90粒到110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 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碎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形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删苹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形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帮葡萄的串行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 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呢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常修这个税的时候 是在花钱 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拉完锡的时候 八到十天左右 就可以进行这种修锡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锡 基本上后期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苏果了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维勒 要帮葡萄的品费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呢 现在下黑葡萄是在花钱这段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郡 龙寺操作 以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简易碧玉棚的葡萄振枝 六月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玉棚 能趁一点雨 但是能往树叶子上面 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一道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到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栽覆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 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覆烧上面的叶片 留一夜或两夜灾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 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 我们旁边有一个淹没杆放风的 把淹没杆放下来过后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是流水槽 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我们做的这个 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型的 两边这样好用压毛槽 给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 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 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 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夏黑 进行拉税了 现在发税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往碧玉棚的夏黑 进行拉税 每年的拉税的时间 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税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税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根据天塑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碎分离的情况 决定拉税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 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税的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税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 夏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c子不开的话 后期蔬果 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在 网上问我 夏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 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个对比吧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 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 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 等各方面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 可能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原子的 但是不一定的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原子 那么呢 同时呢 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员孔俊 夏黑葡萄 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去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 等待 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 呃 绑枝条 开始绑枝条 摘腹梢 呃 摘腹梢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 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客 腹梢生长会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 早的 帮花枝以下的 呃 腹梢抹出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帮上面的东芽 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腹梢 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腹梢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 第二次腹梢处理了 第一次腹梢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 发肆以下的腹梢全部抹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帮 花肆 以上的腹梢 留一页或两页 进行摘腥 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会帮 葡萄之条的东芽 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 是在六月灾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 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嗯 这样才能保证 第二年的 葡萄 花芽 呃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 我们水培管理的 一个情况 就是 像这段时间 花钱 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呃 浇水 浇肥 呃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 浇肥 因为呃 地湿的话 必定会降低低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做果 特别特别是呃 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 一浇水的话 呃 落花落果的话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夏黑塞案是拉塞 宝果 蓬大呃 呃 三次处理剂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呃 浇水 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呃 地温呢 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呃 程序呃 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 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 温度忽高忽低 呃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 拉塞了都呃 接近二十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葡萄开花 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呃 最高温度 那25度左右 它有利于开花 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呃 不是说 我拉完水的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 再喷石 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 保花保果 呃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 呃 加一个杀虫剂 那是什么呢 剂麻 剂麻一般情况下 是在葡萄 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了 刚好剂麻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 呃 葡萄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呃 葡萄的表面的皮 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酥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 剂麻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剂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呃 定充米 一般对剂麻的话 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 页免肥 同时配上杀菌剂 和杀鸡麻的一个药 呃 就 如果说呃 页免肥 有人问我 到底喷什么页免肥 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般喷 高磷 高甲 都可以 像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 呃 有利于开花做过 同时对葡萄颗粒的膨大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 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页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 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 夏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呃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 呃 葡萄都能健健康康的生长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军 做农业 就是与天豆 与地豆 与天豆 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 夏天的 风灾 像今天 今天已经 呃 刮了有 八个小时的 八级风了 呃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呃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 对我们种葡萄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呃 风害 对我们来说 也是 呃 在我们自然界是 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像我春季这个时候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呃 花肺的话已经出来了 呃 比较嫩 呃 还有一些嫩叶子 对风害的影响 呃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种风害到底有多大的什么一个一个情况 这类是我们家的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里特别特别的大 呃 这个这个刷的 它的这个枝条 晃来晃去 呃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 断了 还是有一个碎的 对于的 这个钢丝纸叶 拨擦 就变得黑了 另外的话像这样的花碎 嗯 如果说 风里一直让吹的话 最后的都会让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就 形成了这个花碎像 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很多的刷子 无形的就会损失了一些小花朵 就 风吹干 路边呢 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 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 帮 底罐 那个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能挺清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 一个外部啊 种一些树 然后做 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了 的话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就要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 减风袋 不管是 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施栽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 帮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员孔俊 种植业当中 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相对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 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又赶到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很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帮苏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的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帮工作提前做了 凑期工作量就少了了 这样的话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夏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苏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苏花的 所谓的苏花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一个葡萄的一个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圆柱或者是圆锥型的 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呢 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 一个口诀吧 叫 七六五四三二一 所谓的七六五四三二一 就是说 前面的几个锡子 我们留七粒葡萄 然后是六粒葡萄 五粒 四粒 三粒 一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90粒到110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 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碎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形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双苹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形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帮葡萄的串形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双苹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 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修这个碎的时候 是在花钱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拉完碎的时候 8到1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这种修碎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碎 基本上后期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苏果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维乐帮葡萄的品质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呢 现在夏黑葡萄是在花钱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一次 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郡 龙寺操作 以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简易碧玉棚的葡萄 正知六月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玉棚 能趁一点雨 但是能往树叶子上面 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一道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 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摘腹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腹烧上面的叶片 留一叶或两样摘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一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形的 两边正好用 压毛槽给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这种简易的采钢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钢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夏天进行拉税了 现在发税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把碧玉棚的夏黑进行拉税 每年的拉税的时间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税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税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根据天塑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碎分离的情况决定拉税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税的剂量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税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下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C子不开的话 后期蔬果啊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在 网上问我夏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一个对比吧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肯定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原子的 但是不一定的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原子 那么呢 同时呢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甲云孔俊 夏黑葡萄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修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绑枝条 开始绑枝条 在副梢 在副梢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后 副梢生长会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不要那么早的帮花枝以下的副梢抹出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副梢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副梢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第二次副梢处理了 第一次副梢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花枝以下的副梢全部抹除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把花枝以上的副梢 留一页或两页进行灾芯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会把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是在六页灾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年的葡萄花芽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我们水培管理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这段时间花钱 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浇水浇肥 在开花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地湿的花必定会降低于定温 地温低了不利于开花和作果 特别特别是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一浇水的话 落花落果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夏黑塞案是拉塞薄果膨大 三次处理剂运用 但是呢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地温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这个时候的话操作程序 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温度忽高忽低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拉塞了 都接近20天了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问这个问题 其实葡萄开花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最高温度25度左右 它有利于开花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不是说我拉完岁的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再喷食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保花保果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加一个杀虫剂 那是什么呢 芸麻 芸麻一般情况下是在葡萄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了 刚好芸麻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葡萄的表面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葡萄的表面的皮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芸麻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芸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硬充米 一般对芸麻的话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 叶免肥同时配上杀菌剂和杀鸡麻的一个药 如果说叶免肥有人问我 到底喷什么叶免肥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般喷高磷 高甲都可以 像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有利于开花做过 同时对葡萄颗类的膨大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燕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下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 葡萄都能尽尽康康的生长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郡 做农业 就是雨天痘 雨地痘 雨天痘 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 今天已经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 对我们种葡萄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风害对我们来说 也是在我们自然界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像春季这个时候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花碎的话已经出来了 比较嫩 还有一些嫩叶子对风害的影响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风害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我们家的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力特别特别的大 它这个树子拔的 它这个枝条放来放去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 如果说风里一直这样吹的话 水可能会把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花碎像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很多的碎子 无形的就会损失了一些小花朵 风吹干 风吹干 不变的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帮抵贯 那个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能挺清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一个外部 种一些树 然后做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了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减风带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摄氏栽培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相对于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们又赶到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很通常在夏黑葡萄花 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的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 帮素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 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帮工作提前做了 后期工作量就少了 这样的话 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夏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 收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 收花的 所谓的收花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葡萄的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鱼柱 或者是鱼椎型的 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 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呢 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一个口诀吧 叫七六五四三二一 所谓的七六五四三二一 就是说前面的几个Size 我们留七粒葡萄 然后是六粒葡萄 五粒 四粒 三粒 一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90粒到110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C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形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删苹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形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帮葡萄的串行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 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修这个C的时候 是在花钱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拉完C的时候 八到十天左右就可以进行 这种修C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C 基本上后期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苏果了 但是我们帮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为了帮葡萄的品质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现在下黑葡萄是在花钱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一次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郡 农刺操作 你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简易碧玉棚的葡萄正枝 六月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玉棚 能胖一点雨 但是能往树叶子上面 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道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灾腹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 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复烧上面的叶片 留一叶或两样摘芯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 我们旁边有一个摇摩杆放风的 把摇摩杆放下来过速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是流水槽 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我们做的这个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型的 两边正好用压毛槽给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进行拉税了 每年的拉税的时间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税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税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根据天塑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色分离的情况 决定拉税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 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税的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税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 夏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C子不开的话 后期苏果 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 在网上问我 夏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个对付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 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 可能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园子的 但是不一定能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园子 那么同时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员孔俊 夏黑葡萄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虚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 在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 绑枝条 开始绑枝条 摘腹烧 摘腹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客 如果复梢生长会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 早的 帮花色以下的复梢 抹除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 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复梢 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复梢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 是第二次复梢处理了 第一次复梢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 花色以下的复梢全部抹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把花色以上的复梢 留一页或两页进行摘芯 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会把 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 是在六月摘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 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这样才能保证 第二年的葡萄花芽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 我们水培管理的 一个情况 就是像这段时间 花钱 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浇水浇肥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地湿的花 必定会降低于地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做果 特别特别是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 一浇水的话 落花落果的话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下黑塩是拉塞 保果膨大 三次处理剂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地温呢 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程序 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 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 温度忽高忽低 呃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 下黑葡萄拉塞了 都 接近二十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 葡萄开花 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但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 十二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 呃 最高温度 那二十五度左右 它有力于开花 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呃 不是说 我拉完翅了 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帮叶片 再喷食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 保花 保果 呃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 呃 扎一个杀虫劲 那就是什么呢 继麻 继麻一般情况下 是在葡萄 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了 刚好继麻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 呃 葡萄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呃 葡萄的表面的皮 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 酥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 剂麻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剂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呃 定充米 一般对剂麻的话 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叶免肥 同时配上杀菌剂 和杀剂麻的一个药 呃 高磷 高甲 都可以 像磷酸二青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呃 有利于开花做果 同时 对葡萄颗类的膨大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 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页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 夏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呃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 呃 葡萄都能尽尽康康的生长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军 做农业 就是雨天痘 雨地痘 雨天痘 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 今天已经呃 呃 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呃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呃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 对我们种葡萄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呃 风害对我们来说 也是呃 在我们自然界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 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呃 特别是像春季这个时候 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呃 花肺的话已经出来了 呃 比较嫩 还有一些嫩叶的 对风害的影响 呃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风害到底有多大的 呃 一个 一个情况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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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 断了 这还是一个 碎子 可以的 钢丝纸叶 多叉 就变得黑了 另外的话 像这样的花碎 如果说 风里一直这样吹的话 最后可能会把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 这个花碎像 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 很多的碎子 无形的就会损失了 一些小花碎 就 风吹干 路边呢 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 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们帮 底罐 一个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 能挺清 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 一个外部 种一些树 然后做防风带 因为树长大了 的话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 减风带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施栽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 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相对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们又赶到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很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 帮苏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 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 帮工作提前做了 初期工作量就少了 这样的话 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夏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葡萄现在已经正式收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收花的 所谓的收花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税 去整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嗯 我们要做市场 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一个葡萄的一个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圆柱或者是圆锥型的 那 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 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嗯 通常呢 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 一个口诀吧 叫 七六五四三二一 所谓的七六五四三二一 就是说 前面的几个Size 我们留 七粒葡萄 然后是 六粒葡萄 五粒 四粒 三粒 一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 保持在九十粒到一百一十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呃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C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型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商品果的时候也是一个圆锥型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呃 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帮葡萄的串行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呃 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修这个C的时候是在花钱呃 五天到一个礼拜内也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在呃 拉完C的时候八到十天左右就可以进行呃 这种修C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修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C 基本上呃 后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苏果了 嗯但是呢我们帮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呢 也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呃时间呃 比较浪费时间呃 就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为了帮葡萄的品质做的更好 我们通常呢现在下黑葡萄是在花钱这段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我是农家园孔郡 呃农室操作 你遇到天气的变化就会影响很很大 呃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呃呃 简易碧棚的葡萄振枝 呃六月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呃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棚呃 呃能胖一点雨 但是能帮树呃叶子上面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呢这一道呃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呃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呃 把这条开始捧起来 然后 复烧上面的呃叶片 留一叶或两样摘芯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呃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 我们旁边有一个摇摩杆放松的 呃 把摇摩杆放下来过速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村的流水槽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呃我们做的这个呃 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呃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形的 两边这样好用 呃 压摩槽给压上 然后 我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 水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 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呃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夏黑进行拉税了 现在发税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往碧玉棚的夏黑进行拉税 每年的拉税的时间 基本上 呃 要根据天气温度 呃 去年的我们家拉税的时候是4月24号 呃 2020年拉税比去年的要 呃 少两天 但是呢 我们 我们并不是说呃 呃 根据天气温 我们是根据葡萄 呃 花税分离的情况 啊 决定拉税 同时我们要根据呃 温度 当天的温度 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税的呃 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税 呃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 夏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C子不开的话 后期苏果啊 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呃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在 呃 网上问我 夏黑可以不拉吗 嗯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 他说他们的基础员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个对比吧 嗯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 呃 一个 程序上的东西 呃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 呃 一个原因吧 呃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 什么一个种植 呃 别人做的 可能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原子的 呃 但是不一定能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原子 那么呢 呃 同时呢好的一个方法 呃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员孔俊 下黑葡萄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修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呃 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呃 呃 绑枝条 但是绑枝条 再复烧 呃 再复烧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客 复烧生长费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早的帮花费以下的呃 副烧抹除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 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副烧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副烧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 第二次副烧处理了 第一次副烧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花费以下的副烧全部抹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帮花费以上的副烧 留一页或两页进行摘芯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会把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是在六月灾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呃 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年的葡萄花芽 呃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 我们水培管理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这段时间 花钱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呃 浇水浇肥呃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呃 地湿的话 必定会降低低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做果 特别特别是呃 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 一浇水的话 呃 落花落果的话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夏黑塞案是拉塞 可以保果膨大呃 呃 三次处理机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呃 呃 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呃 地温呢 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呃 程序呃 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 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 温度忽高忽低 呃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 拉塞了都呃 接近二十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葡萄开花 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呃 最高温度25度左右 它有利于开花 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呃 不是说 我拉完气的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 再喷食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 保花保果 呃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呃 加一个沙虫劲 那是什么呢 即马 即马 即马一般情况下是在葡萄 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的 刚好即马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 呃 葡萄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呃 葡萄的表面的皮 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酥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 即马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即马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呃 定充米 一般对即马的话 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叶免肥 同时配上杀菌剂 和杀即马的一个药 呃 呃 如果说呃 叶免肥 有人问我到底喷什么叶免肥 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一般喷 高磷 高甲 都可以 像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呃 有利于开花做果 同时 对葡萄科类的膨大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页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每一天 都给大家分享了 夏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呃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呃 葡萄都能尽尽康康的生长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郡 做农业就是雨天痘 雨地痘 雨天痘 就要考虑到冬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 今天 今天已经呃 呃 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呃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呃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 对我们种葡萄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呃 风害对我们来说 也是 呃 在我们自然界是 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 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 像春季这个时候 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呃 花肺的话已经出来了 呃 比较嫩 还有一些嫩叶子 对风害的影响 呃 它都会造成它一定的损失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风害到底有多大的 呃 一个 一个情况 这里是我们家的 碧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力 特别特别的大 呃 呃 这个刷的 这个枝条 放来放去 呃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 断了 它还是一个 呃 碎的 钢丝纸叶 多擦 都变得黑了 另外的话 像这样的花肺 呃 如果说 风力一直这样吹的话 最后它就会把花肺抽干 这样的话 就 形成了 这个花肺像 得到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 很多的 刺激 无形的 就会损失了 一些小花肚 就 风吹干 不变的 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 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们 帮 底罐 一个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 能挺清 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在葡萄园的一个外部 种一些树 然后做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的话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捡风袋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设施栽培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帮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 葡萄种植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 相对于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速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又赶到 我们大田作物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 给供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帮苏果的工作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和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形成了一个调控 我们这样也就是说 帮工作提前做了 初期工作量就少了 这样的话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下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苏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是如何进行苏花的 所谓的苏花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葡萄的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圆柱或者是圆锥形的 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 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口诀吧 叫7654321 所谓的7654321 就是说前面的几个seeds 我们留7粒葡萄 然后是6粒葡萄 5粒 4粒 3粒 1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90粒 到110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 大概是在2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碎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形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 成功商品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形 因为市场 对这个品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帮葡萄的串行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 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 产品变成商品 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修这个C的时候 是在花钱 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拉完C的时候 八到十天左右就可以进行 这种修C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 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C 基本上 后期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说不用修果了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 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 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为了 帮葡萄的品质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呢 现在下黑葡萄 是在花钱这段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 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郡 农刺操作 你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 简易碧玉棚的葡萄振枝 六叶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 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 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 碧玉棚 能趁一点雨 但是能帮树 叶子上面 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一道 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到 大棚里面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灾覆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 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覆烧上面的叶片 留一叶或两样栽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 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 我们旁边有一个淹没杆放风的 把淹没杆放下来过速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是那流水槽 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我们做的这个 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型的 两边这样好用压磨槽 给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 水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 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 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 碧棚种植的夏黑进行拉锡了 现在发锡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往碧棚的夏黑 进行拉锡 每年的拉锡的时间 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锡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锡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呢我们 并不是说 根据天塑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锡分离的情况 决定拉锡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 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锡的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夏黑葡萄拉锡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 夏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锡子不开的话 后期蔬果啊 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 在网上问我 夏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个对比吧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 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 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 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 可能是适合别人家一个原子的 但是不一定是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原子 那么呢 同时呢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那么关键的是一个直行的一个力度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员孔俊 下黑葡萄 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去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 呃 绑枝条 开始绑枝条 摘腹 呃 摘腹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 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后 腹梢生长肺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 早的 帮花色以下的 呃 腹梢抹出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 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腹梢 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 嗯 腹梢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 第二次腹梢处理了 第一次腹梢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 花色以下的腹梢全部抹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帮 花色 以上的腹梢留一页 或两页进行灾芯 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会把 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 是在六月灾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 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嗯 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年的 葡萄花芽 呃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呢 我们水培管理的一个情况 就是 像这段时间 花钱 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呃 浇水浇肥 呃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 呃 地湿的花 必定会降低低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做果 特别特别是 呃 呃 额 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花 一浇水的话 呃 落花落果的话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夏黑塞案是 拉塞 保果 膨大 呃 呃 三次处理机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 呃 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呃 地温呢 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呃 呃 程序呃 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 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温度 忽高忽低 呃 呃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拉塞了 都呃 接近二十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 葡萄开花 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呃 最高温度25度左右 它有力于开花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呃 不是说 我拉完水的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 再喷石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 保花 保果 呃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 呃 加一个杀虫剂 那是什么呢 祭麻 祭麻一般情况下 是在葡萄 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了 刚好祭麻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 呃 葡萄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呃 葡萄的表面的皮 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 酥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 祭麻的 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祭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 呃 定充米 一般对祭麻的话 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 打一次 叶免肥 同时配上 杀菌剂 和杀鸡麻的一个药 呃 就 如果说 呃 叶免肥有人问我 到底喷什么叶免肥 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一般喷 高磷 高甲 都可以 像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 呃 有利于开花做过 同时 对葡萄科类的膨大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 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燕面的处理 同时 我们每一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 夏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呃 春天的雪灾 春天夏天的风灾 像今天 今天已经呃 刮了有八个小时的八级风了 呃 整个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 呃 像这么大的一个风 对我们种葡萄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呃 风害对我们来说 也是呃 在我们自然界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 要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 像春季这个时候 我们葡萄已经发芽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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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们家的 碧棚种植的夏黑葡萄 现在发生了有四五片叶子 但是感到今天这个风力 特别特别的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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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些长的枝条啊 如果像这么大的枝条 断了 就还是有一个 碎的 碎的 钢丝之间 拨擦 就变了 另外的话像这样的花碎 如果说 风力一直这样吹的话 就会把花碎抽干 这样的话就 形成了这个花碎像 得了灰米病一样 造成了这个很多的 碎子 无形的就会 损失了一些小花碎 就 风吹干 路边呢 就没有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 就 没有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们 帮 敌罐 这个根系啊 多浇一点水 这样的话 能挺清风害的一个影响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在 葡萄园的一个外部啊 种一些树 然后做 防风袋 因为树长大了 的话 风刮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阻挡的作用 它会降低风力 就要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 减风袋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农业 风 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春天到夏天这个季节 风力特别大 特别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做 这个设施栽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风 一定要 帮这个基础建设 要建设得比较固 大家好 我是龙家园孔俊 种植业当中 葡萄种植 是一个非常费工 而且比其他果树 相对难管理的一个工作 葡萄种植的时候 往往我们 在很多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人工 比如说夏黑葡萄 我们在苏果的时候 就集中在那几天 而且 苏度比较慢 会找很多的工人 一起来苏果 在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又赶到 我们大田作物 水稻种植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摘秧 因为摘秧的价位呢 给供人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就难找 为了减轻苏果的工作量 我们通常在夏黑葡萄 花开花前 五到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性苏花工作 苏花工作就是 就是帮素果的工作 提前去做 这样的话 和 人工用工最大的时间段 我们给它错开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 调控 我们这样呢 也就是说 帮工作提前做了 后期 工作量就少了了 这样的话 能够省不少的人工费用 下黑苏花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葡萄 现在已经正式 苏花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家的葡萄 是如何进行苏花的 所谓的苏花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提前去修碎 去整碎 通常葡萄的花色比较松散 我们要做市场商品果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整个一个葡萄的一个串行 要把它做好 我们通常喜欢市场上 就是销售比较好的 是一个鱼柱 或者是鱼锥型的 那么这一串葡萄呢 一串葡萄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一斤半到二斤重的时候 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通常呢 我们修花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一个口诀吧 叫七六五四三二一 所谓的七六五四三二一 就是说前面的几个Seed 我们留七粒葡萄 然后是六粒葡萄 五粒 四粒 三粒 一粒 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通常的话 是保持在90粒到110粒之间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一串的葡萄的重量大概是在二斤左右 同时我们修花C的时候 会这个时候就按照圆锥型的一个形状去修理 形成了后期长出来成功商品果的时候 也是一个圆锥型 因为市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去帮葡萄的串行 帮修正好 这样的话 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商品果 也就是说帮产品变成商品 我们需要中间一个很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修这个C的时候 是在花钱五天到一个礼拜内进行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拉完C的时候 八到十天左右 就可以进行这种修C的处理了 像我们这串已经是修火的一个葡萄花C 基本上后期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说不用修果了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提前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要用剪刀 一剪刀一剪刀去修出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浪费时间 就是速度比较慢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为了帮葡萄的品质做得更好 我们通常呢 现在下黑葡萄是在花钱这段时间 我们进行一次 终于修花修碎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 我是农家园孔郡 农室操作 你遇到天气的变化 就会影响很很大 像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简易碧玉棚的葡萄振枝 六月灾芯和灾卷须的时候 现在下雨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操作了 因为雨水会往衣服上会打湿 虽然说我们这种碧玉棚 能趁一点雨 但是能帮树 叶子上面基本上淋不到雨 但是旁边的这一道缝这里流水下来 还是容易把衣服打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大棚里面 进行工作 虽然是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去停止 我们现在是在大棚里面进行 捆枝 绑枝 灾腹烧 这边是我们的大棚里面的葡萄 下黑 这边能捆枝的 我们尽量现在已经开始在捆枝了 把枝条开始捆起来 然后副烧上面的叶片留一叶或两样栽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中间我们有一个流水槽 流水槽呢我们旁边有一个淹没杆放风的 把淹没杆放下来过速 所有的水全部流到流水槽上面 然后整个村的流水槽整个就流到天的两头去了 我们做的这个 流水槽 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采缸瓦 一边留30公分 然后中间压一个围子型的 两边正好用压磨槽给压上 然后一节节的给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从那流水槽上面就流走了 因为那种好一点的流水槽它比较贵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现在就改用了这种简易的采缸瓦做的 这样的话价钱省了不少的一个价位 我们看一下这种流水槽 效果还是蛮好的 采缸瓦做的流水槽 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简单实用 大棚忙完 忙碧玉棚 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碧玉棚种植的下黑进行拉锡了 现在发锡已经分离了 我们现在要把碧玉棚的下黑进行拉锡 每年的拉锡的时间基本上要根据天气温度 去年的我们家拉锡的时候是4月24号 今天是4月22号 2020年拉锡比去年的要少两天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根据天塑 我们是根据葡萄花锡分离的情况 决定拉锡 同时我们要根据温度 当天的温度以及后来几天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决定葡萄拉锡的剂量 用多大的剂量 下黑葡萄拉锡 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不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拉 因为葡萄下黑葡萄的果粒比较多 而且如果不拉的话 锡子不开的话 后期苏果一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拉吧 因为上次有不少朋友在网上问我 下黑可以不拉吗 我就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个方案 他说他们的基础源说不拉 那么我就说你们自己做个对比吧 我每次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家果业实际操作的一个程序上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就是结合本地的天气气候等各方面一个原因吧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决定做还是不做 不管什么一个种植 别人做的可能是适合别人家一个研制的 但是不一定的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原子 那么同时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自己做过了才知道 关键的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 好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驾员孔俊 下黑葡萄六月灾芯过后 也进行拉碎了 也进行整形虚花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等待 葡萄开发期的正式来临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 绑枝条 但是绑枝条 在复烧 在复烧的有一个情况特别要注意 那就是六月灾芯的枝条过客 复烧生长会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不要那么早的 帮花色以下的复烧抹出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 帮上面的东芽给它逼出来 所以我们等复烧长出来 长出来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行复烧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理的是 第二次复烧处理了 第一次复烧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帮花色以下的复烧全部抹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 把花色以上的复烧 留一页或两页进行灾芯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会 把葡萄枝条的东芽给逼出来 这一点的话是在六月灾芯的时候 综合运用上是一连贯的一个操作 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年的葡萄花芽 每个枝条都有花 同时我们水培管理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这段时间 花钱我们建议是一个礼拜左右 浇水浇肥 在开花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因为地湿的话 必定会降低于地温 地温低了 不利于开花和做果 特别特别是飓风系列的 如果说一浇水的话 落花落果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下黑塞案是拉塞保果膨大 三次处理剂运用 但是呢 花期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浇水浇肥 提前一个礼拜去浇的话 它的根系的话 地温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操作程序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样呢 才能保证年年有花絮 大家好 我是孔君 今年的四月份天气 温度忽高忽低 有人就问我了 为什么我家的夏黑葡萄拉塞了 都接近二十天了 还没有开花 我这两天接到了不少的电话 问这个问题 其实葡萄开花它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度 当温度 地温一般达到了12度以上的话 它开花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然的最高温度25度左右 它有利于开花是最好的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不是说我拉完气的多长时间就能开花 它这个是跟天气气温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开花前 我们建议 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同时放叶片再喷食一次叶免肥 这次叶免肥呢 我们主要就是保花保果 这个作用 另外的话 同时我们要加一个杀虫剂 那是什么呢 芝麻 芝麻一般情况下是在葡萄开花过后 已经出现小葡萄粒子 刚好芝麻爬上去过后 就会爬一个印子出来 它会对葡萄的表面形成了一个斑痕 造成了葡萄的表面的皮不能自然的去生长 会形成一个酥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们提前去做一个 芝麻的一个杀菌保护作用 就是杀虫 芝麻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 硬充米 一般对芝麻的话比较特效 这个时候打一次叶免肥 同时配上杀菌剂和杀芝麻的一个药 如果说叶免肥有人问我 到底喷什么叶免肥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般喷高磷高甲都可以 像磷酸二青甲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甲类的 这种肥料是有利于开花做果 同时对葡萄科类的膨大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花钱的工作有很多种 包括水肥 页面的处理 同时我们每一天都给大家分享了 夏黑葡萄的生长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所有的果农 葡萄都能坚坚坚坚地生长 谢谢大家